继续来看双方的第四局 目前火箭2比1领先 直接带一下球队 火箭会用那种压迫式的进攻 然后一边打一边K 逼迫着对手去跟他打对攻 他不喜欢那种磨球的 磨着磨着火箭可能就发脾气了 右下方抵戴直接打进攻吗 保球好球 长台直接打进了 手感可以 总会给我们带来惊喜 你说这么大年纪了是吧 48岁的人了 长台还这么准 现场有观众影响到火箭了 站起来 火箭机球的时候 他可能直接站起来了 在视野里突然有东西在晃动 这对运动员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更甚的就是那种拿闪光灯 闪光灯照这些球员的眼睛 拍照 你拍照就拍照 对吧 别照人家眼睛 这一干就打丢了 张安达也是卖着不紧不卖的小步伐 这就上来了 直接防 把母球成底 我偏不给你打进攻 要磨一磨你的手感 打腿就是这么一个性格 人家喝水也这么慢 喝水也是慢慢悠悠的拧开盖 一小口一小口的喝 我们有的时候渴了 是吧 喝水那一瓶矿泉水拧开一口就闷了 搭载一瓶矿泉水可以喝十分钟 继续防 这现场观众这个很和谐 大家都在笑场 应该是现场观众要求 冲摆吧 然后火箭跟裁判都笑了 哎 看一下这个可能漏机会啊 左下方抵带 右下方抵带那是一个陷阱啊 看看左下方抵带张安达的长台 好球 长台打进叫到篮球 顺利上手了 这个球形容错率很高的 球队已经散开了 打载的围球可以啊 值得值得一看 篮球直接登下篮 右下方抵带带口的这一颗 带口红球打进 然后要到黑球 上高速了 这就 哎 对 比分咬死 咬死的话 这火箭一会儿越打越慌 好 左下方抵带还有下球 好球 吃库弹起来 继续围着黑球来得分 往上一蹬 旁边球才是丁静辉是吧 给了一个比较模糊的镜头 来 中低杆发力吃一裤 这杆用球队做借停啊 这个及时的得刹一下车 不能跑太远 这种球不发力还打不进 好球 左下方抵带 这就叫到了 嗯 登起来的话 往左上方去登 然后登到左上方 拆小球队也行 拆这个左边两颗也没问题 看这个意思是要右下底了 好 右下底打劲 继续围着黑球来得分 这一杆 这一杆还是粉球下方的 右下方的这一刻 低杆 直接推下来 哎 就零敲碎打的 敲到一杆超分 对吧 火箭慢慢的会想 不能给他机会 给他机会他就超分 这小伙子太稳了 火箭喜欢那种打快球的这种球员 中态打进 打进以后要一杆粉球了 火箭遇上打快球 遇上小特 遇上马叔是吧 塔塞亚 小司机 遇上这样的球员 他会很高兴 遇上塞尔比 遇上爱博顿 打越打越没精神 一会儿要么就上窗下跳的 要么就在那假装打瞌睡 我们也喜欢打快球的这种球员 观赏性高啊 你上来先防上十分钟 对吧 防上十分钟 然后就一点看的欲望 也没有了 算算分数是不是 还没有啊 火箭拿了四分 领先63 台面67 再打一颗红球超分 超分了 两个人的比分交替上涨 嗯 看这个能不能来个白粉杆 三颗红球都是活球了 82分 一杆打的 把红球清理完 再接一颗彩球就够超分了 啊 够百分干了啊 超分已经超了 看看右下底 打进 打进要到粉球吧 黑球啊 黑球有下球 黑球粉球都有 左边中弹 脚到了 有点角度 有难度 哎呦 吃到了带脚 没打进 单干97 阿尔比阿 阿尔比阿